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年说 月月说 日 倒不能说日说吧 每周都几乎会提到啊 不管是在视频还是在答疑啊 这个问答 问答 包括偶尔有时候会在评论 因为实在评论太多了 答不过来 那么也有群里的一些啊 我们群里的一些老铁啊 在帮着啊 回答一些问题啊 回答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也常识性的东西 有时候说的太多了 实在是也是 儿童啊 有关儿童 像这个小孩的啊 为什么清理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能够稳定的配合啊 否则的话 一般原则上不去强求啊 一般原则不除非孩子 言语功能 有问题 需要特意的去做听力检测 这孩子比方说到了 该受上幼儿园的年龄还不会说话啊 其实已经很晚了 正常你一岁啊 基本上都应该会叫爸爸妈妈嘛 这是 一个平均数啊 如果明显晚与这个年龄啊 一岁半两岁 连爸妈都不会叫 日常的听觉反应也很有问题 那就 需要做详细的听力检测啊 这些 听力的问题 其实跟钉钉拳测没多大关系啊 大家可能有时候不能理解 我也不去解释了 我就是告诉你 钉钉拳测啊 对听力造成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是有 这个不是说我信口胡说啊 这是有 客观检测依据的啊 呃 说到这个小孩啊 其实这是一个 粉丝带过来的 我也很无奈啊 但人家已经带过来了 拍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对啊 但是我就说试试看吧 孩子还不错啊 很淡定 这个东西真是 这个因人而异啊 之前我老说的一个天分啊 也在这 这古墨很好 呃 这个孩子是四岁啊 有的很多人会问啊 几岁能能做这个清理呢 这个真跟年龄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啊 因为我碰到过七八岁将近十岁的孩子还不让动呢 有的是啊 那也有这种一两岁就很老实 做的纹丝不动的 也有 但是相对少 多数啊 多数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是很难配合的 至少我觉得占一半以上吧 是没有办法稳定的配合医生 啊 至少强行去操作 这个可不是说你拿个什么加一下就完事的 像八鱼刺那么简单 哎 八鱼刺其实也不简单 八鱼刺也挺复杂的啊 啊 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他不是说你随便加一下就完事的 大家可以看到 每次操作要最快的也得几秒吧 啊 慢一点的 像这个已经几分钟过去了 还没完事呢 特别是这种需要使用勾支的啊 如果孩子不配合 这勾支是没法用的 就吓胡闹了 进去以后孩子一转头 直接捅漏了吧 这个孩子是非常稳定啊 至于为什么 你别问我啊 家长问自个儿啊 这个不是我医生能够解决的问题啊 这个也不是说家长在旁边恐吓啊 或者是谁摁着他的脑袋 这个是跟孩子的 孩子天性有关啊 这个无法具体注意的去 去去去去去 呃 劝说啊 或者是怎么说诱骗 这都不现实啊 好吧 所以我不建议家长说 因为你看到孩子耳朵里东西多 就带过来 到我这来操作 因为很有可能会你在外头排两三个小时的队 因为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且不少 而且有个家长为此还很恼火 大热天的大老远跑过来以后在外边 等待两三个小时 结果孩子不配合 对孩子大发雷霆 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了啊 因为这只要是说他一个 他言语功能正常啊 正常说话 正常交流啊 这就问题不大 呃 还有一个就是说耳道保持干燥 耳道是在干燥状态下 没有说有水流浓啊 流什么 这些都不用去课书的去弄啊 呃 比较大的孩子 比较上学的孩子啊 八九岁啊 十多岁 如果耳朵里确实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啊 这个呃 频繁说耳朵疼啊 或者什么啊 可以来看看啊 这是可以的 这个小孩真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料范围啊 我本来没想着他能够配合好 因为确实是太小了 从头到尾啊 因为这勾枝用的是很危险的啊 勾枝这样操作 真是很危险 到这个地方我都有点心筋肉跳了啊 这个到这个时候我是随时做好准备 孩子一动就要随时撤这个钩子啊 哈哈 哎呀 还算不错 小孩还算是不错啊 很稳定的 这几乎是一个成年人能够做到的 极限了啊 成年人也就这样 如果成年人的话 像这块啊 骨膜表面这块 我可能也就直接拿钩子去勾了啊 成年人一般都问题不大 小孩的话啊 到这已经操作的极限了 实在是不敢把钩子贴近骨膜这么近了啊 靠近骨膜的话 他一旦闪躲 贴的太近了 我也躲不开啊 这个 在我的资讯平台上啊 出现过很多次这种啊 家长 说在掏耳朵的时候 孩子突然的转头 出现了损伤啊 鲜血之流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我提醒你们那些自己 总是在嘚瑟的家长啊 很多这个在我的 头条或者微博底下 发评论截图啊 洋洋得意啊 所以这个刚从孩子耳朵里掏出来 这种我向来都不搭理的 以前我还数了两句 后来我都实在是 数落的懒得数落你们了啊 自己到时候有事自己承担吧 好吧 贴近骨膜这一侧呢 用吸引器去吸 相对要安全一点 因为吸引器可以不用完全贴近 看看这块出来了啊 滋着毛啊 这个是随着外耳道的毛发脱落进去的啊 好啊 这个小孩的这个骨膜非常的好啊 好啊 前面是一个小朋友的啊 小朋友的 再次强调啊 这个家长管好你自己的手 不要去动啊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呢啊 金色麦浪啊 金色麦浪 这个就 对有一阵好像不怎么发真菌了啊 虽然说真菌是每次门诊当中的主力啊 这真菌太多了 这个也是从外地啊 特意跑过来的 呃 老铁啊 真菌一层 毛毯似的啊 护在骨膜上啊 这个外耳道稍微的有一点点窄 不是特别宽敞啊 内镜和器械深入的时候 我这两个器械深进去啊 将近要4毫米左右啊 操作都是不是特别的顺畅啊 呃 因为我使用的是医疗用的这种耳内镜啊 像我这个 它的镜子的粗细啊 包括这个做工的工艺 和淘宝上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所销售的啊 这种减一点内镜是 呃 差别是很大的 但因为造价也很高啊 普通人也用不上 因为它除了内镜以外 还有专业的这个 导光的这个设备 包括摄录的设备都是专业的啊 呃 我们自己所能购买的这种啊 链接 手机啊 或者链接电脑的这种啊 就一般叫它简易点内镜 这种呢 只是自适合自己来观察啊 不适合做操作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 从去年开始啊 就已经在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 网络平台上这个销量是非常的大 很多人都有啊 而且已经不断的有 呃 但是我发现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一些确实有耳科疾病 就像这种真菌 或者有些朋友是外掉胆脂瘤啊 这种情况 还有些中耳炎 或者有些人耳朵非常痒 就是他怎么着也在有点事 就耳朵有问题的人啊 用它来可以拍照的话 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啊 现在 这个更新换代的产品 这个呃 内镜的粗细啊 一个是 现在最细的基本上可以达到3.9啊 3.9毫米 还有一个就是 呃 像素啊 现在这个内镜拍下来的 在手机这种一个大小平面看已经完全足够了啊 清晰度足够 但你要想让他用去做操作啊 别说是 你自个儿啊 像我要拿这个东西去做 也比较困难 因为3.9还是偏粗了啊 3.9还是偏粗了 我去内蒙带的也是我们医疗用的耳内镜啊 也不是这种 减一的耳内镜 这种3.9口径呢 只是个观察 而且3.9还有一个弱点就是 呃 没有办法做专业的消毒 因为我们的专业消毒是用消毒液的浸泡 虽然他这个防水啊 这个标的是达到生活剂防水 但是如果用消毒液浸泡 我觉得还是很不安全啊 因为我们医疗用内镜的这个密封性要远远强于这个啊 这个真菌清理完了 打药 对 现在的这个 对 顺便再说一下啊 有很多人用了这个 简易耳内镜拍照以后啊 呃 不知道这个里耳内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看到有些情况 包括有些人是有中耳炎的啊 这个如果呃 咨询的话 呃 我们现在有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啊 五真十八楼 五真十八楼 可以通过这个后台啊 跟客服联系 确认一下时间 我大概以后 会在每周日啊 每周日抽出一个小时啊 跟大家解答问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 下期再见